北京时间8月6日,今天美国博彩公司,针对新赛季的各队进行了胜场预测,并且开出了最新的盘口。 其中勇士胜场被认为在62场上下,盘口是62.5,绿军联盟第二,被认为可以拿下57场左右,而去年65胜联盟第一的火箭,居然被认为只能赢54场左右,比去年低了11场。 这样的消息也让火箭GM莫雷非常不满,正在度假的他今天公开发推,怒对博彩公司的这份预测,并且还开了ESPN名记比尔西蒙斯等媒体。 莫雷写道,我们被预测会出现灾难性的战绩下滑,at比尔西蒙斯,赶紧开个你的播客节目。 我想知道是为什么,确实,火箭虽然失去了阿里扎和巴默特,但也补强了安东尼和恩尼斯等人,整体实力上并没有出现多大的下降,结果媒体预测火箭的盛场会比去年少10到11场,这也太瞧不起火箭了,难怪莫雷会特意发推,质疑这份榜单了,NXV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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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